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全国电视台台长论坛今天进入第二天的议程 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37家国内电视台台长专家学者 共150多人通过这个平台共享经验共谋发展 回到电视台管理创新的一席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长明首先介绍了中央电视台在管理创新方面的理念和举作 他说从事业发展的高度 中央电视台正积极推进由节目中心制向频道制管理转变 由频道专业化向专业频道品牌化转变 频道制改革是中央电视台对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的一次战略调整 到目前为止 中央电视台通过对频道制管理模式的实践和探索 基本达到了简化层次 精简人员 降低成本 增加创收的要求 在论坛上 江苏 重庆 广东 厦门电视台台长 依次做了主题演讲 演讲结束后 各位台长现场回答了来自记者和网民的提问 论坛在轻松的气氛中闭幕 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全国电视台台长论坛 是今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布兰会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 论坛以共享经验 共谋发展为宗旨 围绕电视台管理创新和品牌建设两个主题 来自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省市电视台台长发表了主题演讲 共同探讨中国电视业长远的发展方略